好,欢迎来到五个很简单的步骤 来开启我们潜在的潜能 这个BG5课程是由Lawina老师和Rose Osman Rose Osman是Lawina老师的助理 所以老师就是负责讲课 然后有一些他需要Rose Osman的手上帮忙的东西 都是请Rose Osman老师来帮忙的 然后呢 应该是放弃这一个 我把我的那个microphone关掉好了 不会吵到你,好吧 没问题 然后从这个slide呢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下面career type advisor 这个就是BG5的名词 其实呢BG5它的道理它的原理呢都是跟人类图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边advisor就是顾问 或者有这两个,这是他们的人类图 就是他们人类图 一位是有Lawina老师就是情绪 情绪权威的 那么Rose Osman老师呢就是这个直觉中心权威的 你看可以看到他们头脑 头脑一个是空白的一个是有定义的 然后呢 如果我们 我就直接翻译老师所说过的话吧 那么老师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来上这个课程呢 我们首先一定是要拿到自己的图 如果没有拿到自己的图 就去那个mybodygraph.com那边把自己的图考出来 那如果我们是有办法留到最后呢 最后一个slide呢 然后这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是关系到我们的那一个 密码的 那一个资产上的密码的 然后是免费的 有这一个优惠 人类图资产密码 这就是 老实是说 这一个就是最powerful 最 最 最有能量的一个工具 而这一个车呢 其实这一个车 这个叫做Tesla Tesla车呢 其实在汽车行业里面是一个权威 而老师就是说 在这一个BG5的 这场的课程里面 其实它也是一个权威 所以老师一直一直一直都在强调说 希望我们留到最后 因为这一个课程 它可以把我们的潜能 发挥到极点 然后它可以提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觉知 然后通过这个BG5呢 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基因密码 如何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嗯 所以就很轻易丰盛的 达到成功 我们所需要的 那么今天 这一个 这一个课程里面 Free的Webinar里面 我们会讨论什么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就是 我们那个挑战 我们在这场上所遇到的挑战 The challenges we are facing in work and the work 在世界上 还有在工作上所面对到的挑战 Why this is important right now 为什么现在它是这么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要上这一堂课 然后第三 The five steps anyone can take to unlock their hidden potential 那么五个步骤 任何人都可以解开 解开它本身的潜藏 然后呢 Take this step to have more fulfillment in your life 然后 Do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relationship 你需要加强 你的关系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 是轻而易举的 Less effort的 不需要这么的 刺力的 去加强 那一个关系 People who don't take these steps end up being controlled by others They have frict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struggle to succeed 如果那些人们呢 没有不知道这些步骤的话 他们就会被其他人制约了 或者是控制了 然后他们就会有 他们那个关系就会产生了摩擦 然后他们就会有所增长 在成功里面有所增长 所以如果是我们 我们有造成这五个步骤 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 那一个 潜在的密码 所以呢 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也会知道 其他人学了这个BG5呢 他们说了一些什么 然后 How to join our upcoming classes 我们怎样继续去 接下来的classes呢 我们怎样去上 然后还有free gift 免费的礼物 我们要留到最后 这个图片呢 它是说鱼 其实呢 它说鱼生长 存在海里面 水里面 其实它是不知道这个环境的 就好像人们 在在这个空间呼吸着 是没有去感受到那一个空气的 但是哦 这边哦 重要的词语呢 就是那一个水 So what happens when the water changes? 那么这个水呢 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环境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环境开始要改变了 当这个鱼 周围的水 水温呢 它慢慢的提升的时候 只要它是很慢很慢的 那个鱼跟自己本身是根本感受不到的 就好像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面 如果是那个环境是不正确的 不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觉知不灵灵的话 我们也是感受不到的 他说2014年这个 Gallup pool showed that 70%美国的工工人 他们 hate their job 他们是很讨厌 很讨厌很hack 就是很憎恨他们的工作 就不仅是讨厌 其实是很憎恨他们的工作 然后这一个数目字呢 在2017年的时候 已经跳到去85%了 他说很多人啊 感觉到没有 每一天里面啊 day to day world of job care and business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职场 他们都没有一种满足感 然后work work at a job 就是 to make money 上班只是去赚钱 赚钱而已 struggling to pay all the bills 就是去挣扎 去处账 去给钱 然后完全是没有 那一个满足感的 no deep doubt that something important is missing 他们深层里面 他们自己 就很知道说 某一种很重要的东西 很重要的元素 是不见了的 但是那个元素是什么 不知道 不晓得 Jofie啊 Jofi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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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有在听 hello 有在 我是想问一下 那一天你的slide到哪儿了 你进来的时候 对到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吗 对这是个page ok ok 就是说我们继续 Do you feel the pain 你感受到那一个痛苦吗 I have no life I never seem to get 就是这全部全部的痛苦 我很担心 我很犹豫 我已经崩溃了 我已经什么样什么样的写在这边 所以呢 在这一本书 Steven R. Convy 里面 有说到 这个是八个习惯 from effectiveness to greatness 从有效率的到最棒的 那这本书是讲什么呢 The best and often only way to break through pain to a lasting solution is to first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causing the pain 那么最重要的 要找到那个解决的方式 就是那个最基本 那个源头 那个问题的源头 会让我们感觉到痛苦的 如果我们要超越 Break through 就是如果我们要超越 我们要解决这一些 这一些痛苦的话 我们要找到它的源头 in this case much of the problem lies in behavior that flows out of an incomplete or deeply flowed paradigm 就是说 在这一边呢 在这一边呢 最大的问题 the most of the problem 就是 等下我再看一下 就是人们的那个人性观 人性观是很多时候都是有缺陷的 而且是已经是很深很深的 在很深的模式里面了 然后就好像一个紧身仪这样子 牢牢的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而破坏了人们的价值观 所以说这些都是被扭曲的 所以说这些很多的价值观 都是被社会的一般人而所扭曲的 所以这个是最大痛苦的来源 然后呢 这个是巴赖喇嘛 巴赖喇嘛师父的回答 man sacrifice his help in order to make money 人们呢 牺牲了他们的健康为了赚钱 then he sacrifice money to recuperate his help 然后他们又用他们所赚到的钱 来医他们 为了他们的健康医他们的病 and then he is so anxious about the future that he does not enjoy the present 然后人们呢 就很担心未来很忧虑 很焦虑未来 而没有好好的活在当下 好好的享受当下 the result being that he does not live in the present or the future 那么到最后呢 他当下也不快乐 他的未来也是没有 也不快乐 因为他还在忧心着嘛 and live as if he is never going to die and then dies having never really lived 这一句话就是说 就是heaven never 就是他去世的时候 他也没有好好的活过 他活着的时候 他又很担心去世 他去世也没有好好的活过 就是这一辈子就是 都是在白白可惜掉了 达来喇嘛师父的一番话 然后呢其实the water we are in 那一个水 其实就是我们的环境 而现在呢 从我们的人生轮回交叉 the era of planning begin in 1615 那个策划的那一个时代 从1615年开始 然后呢结束在2027年 然后其实呢 那一个时代呢 这个 era of planning呢 它是全部是跟那个钱币 货币是有关系的 就是在那一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然后capitalism was built 那时候开始有了资本主义 socialism was built 跟着的同样的 那一个社会主义 也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large businesses and corporations were created 很大的企业 还有公司 就这样的被建立起来 美国就在那时候诞生 然后很多的 研究所啊 学院啊 也是在那时候 蓬勃起来 focus on bargain system of power, institutions and talent 那我们就会把注意力 放在这些系统里面 交易的系统啊 这些学院的系统啊 开发的系统啊 然后工业时代啊 执行时代啊 都是在1615年开始 开始这样奔波起来 但是呢 我们将会来到2027年 这里边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么过去呢 我们是focus在这个institution communication 好我们在刚才所讲 所讲到的这一些企业啊 这一些我们会有这一些 agreement啊 合约啊 collective agreement 就是在社群里面的合约啊 我们是很专注的 我们是注重在这一些系统啊 能量啊 power 力量里面的 我们开始 我们建立我们的skill 我们的技能 然后trusting authority 我们去相信那一些权威 而不是自己的权威哦 是他人外在的权威 我们把自己的那个力量交托在别人的身上 Aloneness work 然后就是自己有很多 自己做很多的工作 然后呢 这些 when the infrastructure shift 然后这些 对不起 这些时代这些事是开始 就转了 转去2027年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会focus在个人 然后我们是self empowerment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给予自己能量力量的 然后我们是contemplation 我们是内观的 我们会自己自我去冥想 自我去沉淀 然后abundance of spirit 我们的精神 我们会开始注重在精神 fonsense 那一个层次那一边 Our unique gift 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礼物 casting ourselves 我们心认我们自己 Breaking down various to bond with others 我们开始去学习 怎样突破 突破那一些障碍 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那些 怎样去沟通 然后怎样去跟人家有更好的联系 请你更好的联系 请你关心那一边 然后the key is self empowerment 所以那个keyword 那个关键词 keyword就是关键词 那个关键词呢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赋予自己力量 self empowerment as we shift into the edge of the individual 当我们转到我们那一个自己自我的时代 the most vital knowledge 那个最重要的知识 那一个知识 is to know yourself 就是我们要很清楚 很了解我们自己 这个是最重要的 If you invest in any type of learning this year Invest in knowing yourself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投资 今年里面如果我们要投资任何的一种 知识 在知识方面 所要投资的 我们就是要投资 怎样去了解自己 怎样去认识我们自己 It is the one investment that will pay off for a lifetime 而这种投资呢 这是值得去终身的 只是需要给一次的学费 终身就是会收 终身就是受到那个好处利益优惠的 How to know yourself 刚才讲到这一边就是说 我们要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那我们要怎样认识和了解自己呢 Not about self-help books and workshop 不是说我们就买一本书 我们自己看 尤其是自我激励的书 或者去参加一些自我激励的工作法 因为那个是自我激励而不是去了解自己 It is not about answering hundreds of person's assessment questions to figure out who you are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不是说去做一些自我评估的一些问题 然后去确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不是去通过那一些问题来找出答案 It is not about following the advice guru 这边是说我们也不需要去找那些上师啊 那些高僧啊 guru 那些师傅啊 然后去解答我们的难题 然后很多人都是如此做的嘛 就是这些故事我们要跟一般人都一样 Jofi 你有在齁 Hello Hello 我一直在只是我关静音而已 OK OK 听得到吗 听得到 OK 我只是一直关静音而已 不好意思 如果你有什么 你让我知道 好的 谢谢 What if 他说 倘若 You were given a personalized map to show you how to your unit decide to operate 那倘若给予你一个地图 一个很独特的地图 然后告诉你怎样去操作的话 又倘若你可以去学习 怎样去读一些很微妙的地图 然后 然后你就继续从你这个地图里面 途径里面去找到你自己 然后去看到你自己 然后你这个图 它就会引领你的 你有你自己的图 然后每一次你迷茫的时候 每一次你不知道从何做决定的时候 然后这个图它会卸助你 所以这些都是那个解决方案 怎样去知道自己 认识自己 它从这个图里面 它不只是认识自己 它甚至是我们怎样去与人合作 我们怎样去聘请人 然后知道对方的优点 然后知己 知己知彼 我们讲的是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The dream of BG5 The dream of the BG5 business institute is to help people reach their fullness potential BG5这个课程里面 它也是有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呢 它的愿望呢 就是想协助 协助每一个来上课的人 怎样去 去利用他们潜在的能力啊 然后去 Fulling Utilize 达到最好的效果 运用 然后达到最好的效果 然后 在他们的工作里面 用最和谐的那种方式 跟他们的频率 是最和谐的 那个工作方式 这样的去工作 然后知道自己的天赋啊 知道自己的能力啊 然后在哪里 甚至呢 把这一些 我们所谓的能力啊 工具啊 天赋啊 然后去 带给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游会 然后它是一个很 powerful 很有能力的 很能量的 一个工具 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 Transition Time Transition Time 就是一个变迁的 一个时代里面 它 它这个图啊 BG5的这一个Map 这个引领我们的这一个图啊 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做正确的决定 然后 然后给到我们满足感 给到我们 成就 让我们很平静的 and surprise 你看哦 satisfaction success peace and surprise 都是我们 类型的那一个 那个指标啊 做对事情的指标 对吗 BG5 helps you tap into your deepest potential 你最深层的那个潜能 and then for your greatest life achievement 你的生活上最棒的一种 achievement and success成功 最极限 最成功的 可以达到那一个效果 可以达到那一个效果 其实它 它就是这个report呢 就是 就是free的 我们会得到这个report 然后在每一个黑色和每一个红色的旁边 我们也是有我们的那个课子写在那一边 所以呢 这边也有partnership的一个map 合作伙伴的一个map 甚至个个人的一个map 然后甚至是有一个small group 小组的一个map 这些报告我们都会从这个课程里面 所以这一个slide呢 就是我不知道 Jobby你还记得吗 老师就开始问 你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啊 什么类型在BG5里面 用什么名词啊 就是在这个slide里面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 5 这个简介 这个课程里面的重点 5个步骤 5个简单的步骤 怎样去开启我们的内在的潜能 第1个步骤呢 share your true gift with the world 就是跟这个世界分享我们真正的礼物 那么我们真正的礼物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自常类型 your career type review the easiest and most natural way you are designed to apply your energy and share your true gift with the world 我们的类型 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自常类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最简单和最自然的方法 跟这个世界给予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类型的能量啊 可以贡献给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自己的类型是什么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是写classic builder 所以classic builder就是一个生产者 纯生产者 builder就是一个生产 classic就是一个 classic要讲翻译呢 就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生产者 原本原始的生产者 然后knowing your career type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自常类型是非常重要的 就好像innovator get things started innovator就是一个创始人 一个发明者 一个创始人 一个发明者 他是让那个事情去开始 去发生的 他的作用呢 就是去影响impact impact去影响他人的 可能叫做innovator 去创始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builder 就是一个建造者 provide the energy to move it along 建造者呢 他最大的作用 就是他可以提供能量 他是一个发电厂 让事情能够继续的去进行 energy energy就是他的能量 只有builder 建造者有这个能量 那advisor呢 advisor就是一个顾问 去advise人家 去advise人家 去guide 去引导 的process 在过程里面 他去做引导的 教导的 然后recognition 他们是需要去被认同的 或者是他可以去认同的 别人的 所以recognition 那个认同感 那个支持认同感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一个advisor 一个老师 那么evaluators evaluators 就是一个评估者 评估员 tell them how well it's going 评估员呢 就会告诉身边的人 你们做到怎么样了 他去评估他们 你们有做的好吗 还是做的还不够好 objectivity 所以评估员呢 他是很客观的 他看到的角度呢 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所以 基本上 我们的世界上 最有这四个 类型的人 在这场上 4 vultational curveal type 有四个 最基本的 这场类型 Lavina老师讲的 这个图呢 就好像一个 lady bird lady bird 中文是那个什么虫 怎样读呢 那个虫 Jofie 你知道吗 Hello Jofie Hello 我这段我没听明白 你是说那个 Lavina老师说什么 这个图你看到吗 青色 advisor 我看到了 这应该是那个 投射者 对 对 投射者 应该是那个 对 所以老师说 你知道lady bird 是什么吗 英文 那种 昆虫 它是红色的 但是它的背后 有一点点黑色的 那个 瓢虫是吗 什么虫呢 瓢虫 七星瓢虫 对 他说 Lavina老师呢 就是说 这个图呢 就好像一个瓢虫这样 你觉得像吗 然后 这个 Evaluator 这个 反应者 其实他是反应者 他说 这一个 1% 这边指出去的 就好像一个触角 OK 就好像一个触角 它只有1% 然后 这个呢 就是一个头部 头射者 对 那一个 头射者 对 头射者 他头部 头射者呢 他们厉害 就是给人家引导嘛 然后去协助人家 所以他们的头呢 头部很发达的 所以说 这个就是他们的头部 在这一边 而这两边呢 就是他们的翅膀 红色的 翅膀呢 它是去挥动的 那挥动呢 它是要有能量 所以呢 这一边呢 就是一个 建造者 能量 Energy Energy的一个部分 那到最后呢 这个Innovator Innovator 就是这一个 显示者 显示者 对 那显示者在后面这一边呢 就是发起 就是推动嘛 就是去 去impact去影响人 所以说 这一部分就是显示者 但是希望这一个图 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有部分有部分的图呢 让我们的印象可以更深刻 更了解 这整个概念 好 那接下来呢 就看第二个步骤 我们刚才知道了 我们的类型 我们资产上的类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 看一下 第二个 开启我们的潜能的是什么 Share your gifts with clear clean communication 所以 这个呢 就是说 如果是有这个步骤的话 清楚知道这个步骤的话 我们 与 我们的合作伙伴啊 顾客啊 任何人的那个沟通 都会是很 很清楚的 很干净的 不会很 帮你带水很迷茫 很不清楚的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Your personal interaction style 我们 我们 interaction 那个互动 的方式 review how to eliminate friction and leave in flow 这一个方式呢 就会让我们 减少 那个摩擦 Friction 就是一个摩擦 然后跟着我们的流 很轻而易举的 轻而丰盛的 活着生活 不是活着 生活 那是什么呢 你看哈 这一篇 response before engaging response before engaging 其实刚才那个是类型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策略就是我们去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方式 response before engaging 只要看到response就是回应 而这个肯定就是一个生产者 一个建造者 either他是一个express建造者 就是快速的建造者 或者是一个classic的建造者 这个第二个可以unlock 我们可以帮我们轻易丰盛的呢 就是那一个策略 类型策略来到 他有在这边讲 innovator innovator就是那个创始人 创始者 他要去告知 告知然后才可以 有那个action 才可以有行动 然后builder呢 建造者呢 就是一定要等待回应 好等待回应 然后 我们才可以去继续下一个步骤 先回应 我们才去engage 跟别的人有所约定 有所进行 advisor呢 就是recognition 我们是要被确认 被邀请 被认同 wait to be recognized and invited 要等待被认同 被确认 然后被邀请 最后呢 来到这个评估员 评估者 我们就要去评估 评估 然后 也是要等待 等待过后 还可以去access 给予我们的评估 这个就是 第二个的 关键 关键的 关键的武器 他们这么说 OK 第三 第三 我们来到第三个 可以开解我们的是什么 make decision 做决定 做决定 that really work for you 那个决定是对我们 就有可以 可以开上用场的 是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 your personal decision making strategy 你自己做决定 个人做决定的策略 review which of your natural processes will guide you to make the best possible decision and in any situation this brings confidence 那这句话讲什么呢 这句话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 那个做决定的策略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 一个过程来的 它可以引导你 做出你最可能最好 最好的一个决定 在任何的状况里面 都可以做出一个 最有可能性最好的一个决定 然后这个决定呢 是非常有自信的 你自己是很有自信的 在做决定的时候 所以这个 刚才是讲到 策略 这个就是内在权威 你看他给的例子 God's response Wait for clarity God's response 肯定就是生产者 建造者 但是我们还要 wait for clarity 要等待清明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建造者 但是他的内在权威 就是那一个情绪中心 一定要等待清明 所以第一个 我们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很清楚自己的 就是我们的类型 我们自产的类型 我们是一个评估员呢 是一个顾问呢 还是一个建造者 还是一个创新 创新 创始者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策略 我们怎样跟别人互动 我们是要等待回应呢 我们还是要告知呢 我们还是要被邀请呢 还是继续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去做评估 那么第三呢 就是来到我们的内在权威了 我们一定要等待 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依据我们的内在权威去做决定 因为这一个我们身体的内在权威做决定呢 它是会让我们充满着信任的 我们是很有自信的 我们不会犹豫不决的做那一个 我们是完全信任好的 所以我们是来到了第三个关键的 来认识自己 Compat to popular belief The worst place to make decision is in the mind 所以一般人 很多人都相信 我们的脑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意识 是我们做决定的地方 我们的脑 can drive you crazy 会让我们是很疯 我们可以疯掉的 我们可以 可以让我们是很疯狂的 然后 throw you off track with ideas of what it thinks you should do 他可以告诉我们 你应该should do 应该做这些 应该做那些 不应该做这些 不应该做这些 而这些全部的概念 应该和不应该呢 都是把我们 从人生正确的轨道上拉走的 我们已经是不在那个轨道上了 不在那个阵道上了 operate out of fear for survivor 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恐惧 他会让我们觉得恐惧 害怕 是生存层面上的害怕 这很恐怖 like to make up story and tell you lies 然后把那些故事 故事都头脑 那个真相 都已经扭曲歪曲了 我们的头脑会告诉我们很多的片化 我们的谎言都不是真相来的 但是我们往往就用我们的头脑去做决定 the true place to make decision is in your body awareness 那真正的真正正确的地方 我们要做决定正确的地方呢 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的身体会有觉知 会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做决定 contract to progress the worst place is in your mind 他说其实呢 其实我们的头脑啊 就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个地方 最不好的地方 最最最最错误的就是 通过它来做决定 但是话说如此 但是我们的头脑呢 却是一个对观察啊 对学习啊 对吸收资讯啊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地方 一个所在地 就好像一个电脑 我们对这些都是很棒的吸收资讯 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跟他人分享 我们过去的经验啊 我们的概念啊 我们的知识啊 然后呢通过这些分享 我们去启发别人 我们让别人更有力量 我们去让别人的生活 是更美好的提升他们的 It's not here to resolve starts of questions 我们不是在这个头脑里面 去解决自身的问题 or about your own life 不是去解决自身的疑惑啊 自身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头脑呢 是来设计成为别人的礼物的 the true place to make decision is in your body awareness 同样的这边又重新强调一次了 我们的身体觉知 是我们做决定的最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头脑是别人的外在权威 是替别人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 我一直跟别人说 我们的头脑不是拿来用人自扰的 就是笨蛋的人来困扰着自己 knowing your true personal decision strategy 所以呢在这四个不同的类型里面呢 我们做决定的方式 也是有不一样的 那么innovator innovator就是那个显示者 那个创始者 所以他们有三个不一样的地方来做决定的 三个地方 那么builder builder就是这个建造者 就有两个地方 那么advisor advisor就是顾问 顾问有五个地方 那么那一个evaluator 就是那个评估员 评估员呢 他就有一个地方 就是一种方式 不是一个地方 是一种方式来做决定 那么这一边 lawina 老师也是有问同学们 你们可知道 这一种地方 三种地方 五种地方 是哪一些地方 或是中心 来做决定的 我是想问Joff 那你们可知道 比如说 这个innovator innovator是那个创始者 他带头的嘛 对吧 对吧 解释者 那么他所谓的三个不同的地方做决定 三个不同的方式地方做决定 是哪三个呢 嗯 我不太清楚 但是 呃 是不是有所谓的 呃 直 是直觉吗 对 直觉是一个 直觉是直觉一个嘛 然后一个是 我想想看 是自我投射吗 自我投射 还没有去到那边 就是 这样子 那我不太清楚 但是 呃生产者是不是就两个 一个是 呃 健股一个是情绪 是吗 对对对 Bingo 100分 ok 然后那个投射者的话就多了 投射者有 呃自我投射型 然后有 对 我这个还没有很 没有 没有很 就很 弄得很清楚 但我知道是不同的 对 OK 这样我 我可以协助你一下吗 OK OK 那么我们就讲这个 第一个Innovator 你看哦 Innovator 他创始者 或者是叫 显示者 那么显示者呢 其实 所谓的显示者的特质 就是他是 动力中心 联系到喉咙中心 对吗 所以才可以称为 显示者对吗 是的 所以动力中心 是很明显的 我们有多少个动力中心 我们就只有四个动力中心 对吧 那么显示者肯定是没有 见谷的 对吧 所以就剩下三个动力中心 对 那么这边DECISION MAKING DECISION MAKING就是它的内在权威 对吗 那么内在权威 我们哪一个内在权威先排第一的呢 情绪 对 所以第一个肯定是情绪 情绪也是动力中心 所以呢 第一个它有三个 TREATED END 第一个一定是情绪中心 有了 那么接下来 排第二位的是见谷 但是它是没有见谷的 对吧 对 所以呢 见谷就被排除了 那么就来到直觉中心 直觉中心 我们 我们 我们先看 对 它是动力 但是呢 我们 我们先看排列 内在权威的排列 内在权威的排列 内在权威的排列就是情绪 见谷 直觉 意志力 道具中心 对吧 所以有一些显示者呢 它的直觉 是有 定义的 它的直觉定义呢 有一些它是连上去喉咙的 嗯哼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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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呢 它 呃 它是通过 呃 没有 有一些它是这样子 有一些呢 它是直觉 连去意志力中心 意志力中心 连去喉咙的 对 嗯 所以它就是直觉中心做 内在权威了 对吧 OK 所以 第二个就是直觉中心 第三个就是意志力中心 嗯哼 所以就是这三个 好 好 那么 Advisor Advisor 就是 可以有 情绪中心 它没有见谷 它就直觉中心 它就可以有 它就可以有 G中心 嗯哼 嗯哼 然后它可以有 那一个 那一个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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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额额 但是它的喉咙是没有被接通的 但是它的意志力有 然后最一个是外在权威 嗯哼 嗯哼 那头脑行吗 啊 啊 头脑的 所以 Evaluate的就是 只有一个就是外在权威 嗯哼 嗯哼 嗯 做一个列子 用一个创造 创造 创造 那么 它的 内在权威呢 是 wait for clarity 它做 他做 decision making 它做决定 的那一个策略呢 它是要等待亲民 decision making strategy 所以从这一边开始看 它说 actively wait 所以它不能发起 它只可以去等待 for something to come toward you 等待一切 来到你面前的 那它老师也是有解释说 我们就不是就是我跟你都是生长的 都是这一个建造的 但是现在建造者 就不是傻傻的 就是在那一边无止境的等 就是一切 凡事会有回应来到我们面前的 我们就需要去回应它 我们所听到的 嗅到的 看到的 这些 我们都可以去回应它 所以它在这一边一直说 actively wait 就是其实我们忙 也是还很忙的 忙着回应 一睡醒 要穿哪一件衣服啊 要做什么事情啊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就是等我们的那个 建骨 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说要等清明 即使建骨已经有回应了 我们也不能即刻做决定 好像gud respon 我们的丹田 我们的所谓的回应呢 就是有一些声音啊 啊哈 五胡这些声音 就是很当下的 而不是要经过脑袋去分析的 然后呢 除了此外呢 我们还是要等那个清明 那个情绪波走到很平稳了 或者是睡过一觉 睡过两晚睡过三晚 然后呢 让我们在时间上面呢 有足够的 时间去看回去 然后呢 have patient 要很有耐心 要很有耐心 所以 接下来 我们才可以做决定 它说 warning 警告 This is where the mind can get in the way 所以在这一个过程里面 可能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脑袋 就会跑进来去干扰我们 Yes 你可以做这个决定 或者No 你可以 或者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的脑袋哦 我们是要很觉知 是否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策略还是我们的脑袋 然后我们就睡过几晚呢 我们觉得很清明 过清明了 我们去做一个决定 做了决定之后呢 我们才去行动 Act or not Then repeat the process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怎样通过我们的策略 整个过程 我们怎样应用我们的策略做决定 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 就是如此的应用的 其实BG5 其实就好像 我们都上过 所以我们都会比较清楚明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Step 4 第四个步骤 Use your core strength to get ahead Use your core strength 就是你最主要的能力 还是强项 继续走下去 Certify function 那些有定义的功能 在BG5里面呢 他们是没有用中心 在人类图的 词汇里面 有9个能量中心 但是在BG5里面 他们是用Function 不是用Center Function就是功能 有定义的功能 有定义的功能 在你的自然图里面 会告诉你 你有定义的功能 就好像一个天生 Natural strength 有Hard wire natural strength 就是一个天生的 一个电线 已经固定了的 然后呢 是很有力量的 你可以Always rely on 你可以常常去 依赖它的 你可以依赖它的 很有力量的一个能力 然后它给的例子呢 9个功能 Drive and stamina Energy resource Drive and stamina Drive就是推动力 Stamina就是持续力 Drive and stamina 所以 这个是一个 持续力和推动力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在根部中心 所以这个人 它的根部中心是有定义的 Energy resource 一看到Energy 我们就是知道 它是一个 有能 有power的人 Energy就是一个 创造主的 就是那个builder 所以 这一个 见谷也是有定义的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所以呢 knowing your defined function 所以我们每一个 有定义的功能中心 功能 能量 功能中心 都是 我们 这个能量 发生出去 让 这个世界上 可以 发生出去 让这个世界上 感受到我们的能量 然后来协助他人的 比如讲 我们的头脑中心 是 让人家 给灵感 人家的 去启发人家的 然后这一个 逻辑中心呢 是 conceptualization 是让这个灵感 灵感接下来 就是要 concept 就是人家会有一个概念 灵感 让他去具体化 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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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概念呢 有一个 或者通过意见啊 或者通过动见啊 或者是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啊 来通过这个喉咙带出来的 那这个喉咙呢 除了是沟通啊 分享啊 也是我们 我们行动的一个中心 有时候我们是用行动 来代替一个答案的 行动中心 然后来到这一个 G中心呢 是一个 身份的认同 一个爱和方向的一个能量中心 然后 意志力中心呢 是关系到那个自我价值 还有那个意志力的能量的 然后这个情绪中心呢 都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情商 然后是去感染人家的 让人家有感受到那个 情感上的那个能量的 然后这个见谷 见谷 八点厂啊 就是源源不断的那个 创造的能量 然后这个是一个推动 推动力的能量 压力中心也是推动力 推动的能量 这一个直觉中心呢 就是一个 让 这边叫做皮中心 让我们去当下感受到 可以生存下去的能量 所以这些能量呢 有定义的呢 都是散发出去 让人家有所感受去卸助人家的 看一下我的笔记 有没有漏掉了什么 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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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人家老师有说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streng有定义的就是我们的强项 我们固定了的 然后他是希望说 当老师讲到课的时候 我们是要很记得 我们到底哪一个能量中心 哪一个功能中心 是有定义的 因为这样才能更了解自己 更清楚自己 他说可以的话呢 就画出来 他说这个是可以了解自己的图最快的方式 然后其实这些就好像一个拼图 有些人的定义中心是有颜色的 有一些是没有颜色的 就好像一个拼图这样 那一些空白的呢 没有定义的呢 就由这些有定义的人去借起来 去拼合起来 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是在孤岛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之间呢 都需要彼此来互相合作啊 互动啊 来很和谐的啊 完成彼此的一个使命啊 完成彼此的一些互动啊 这样子 所以那个是有定义的 最后一个步骤呢 等一下啊 再看一下 OK 没关系 慢慢来 不是 因为其实 Lawina老师在刚才那个slide 她有比较深入的去讲解 去讲解比如讲 头脑 头脑是 头脑它是来启发他人的嘛 它是一个灵感的 发源地对吧 然后她就说 她有每一个中心 每一个中心的去解释 她就说 虽然头脑呢 就是因为她要启发他人 所以她就 会有那一个压力 所以呢 她就会对未来啊 有所怀疑啊 对过去啊 有所不解啊 还是 对那些神秘的东西啊 内在的争议啊 会有所寻求啊 所以这些都是导致她 她去寻找那个灵感 然后才可以 过后寻找到呢 她才可以 从她的逻辑中心 这样子去 去 conceptualize 然后就很 规划的 然后去分享出来 所以她 她一个个有讲到 比较 详细 不过我觉得 你也是已经很了解了吧 所以就 不用像她 OK 我大概能够理解 我大概能够理解 她 她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 在 human design的时候 这个是 九个这个 center 九个能量中心嘛 对 但是在那个 Vgify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 function 就是说 比方说 我的脑袋 我头脑中心是有 头脑中心跟我的逻辑中心 都是有颜色的 那么 我的function就是 等于是去 因为从外在权威的角度来说 就是 我其实是可以去 启发别人 可能是 给一些人灵感 然后给一些人想法 然后呢 我的逻辑中心就是说 去 帮助这个 人家呢 去那个什么 就是 去理解 这个 讯息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可以 在职场上发挥这样的作用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而且 你的是 中间那一条的 你就是 你就是 那个 寻求内在 对 寻求内在真理的 所以说 你 当人家问你 尤其是内在真理的问题的时候 你都是 可以去 解答 解答到对方的 所以 ok 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因为他有每一个闸门 就顺顺 就没有想 局限的 他说 局限的呢 这个 7 731 他就说 这是一个领导 这个是一个 角色 因为 他是 局限的 就是一个 关于 自我定位 角色 爱 方向的 他说 73 他就是一个 关系到 将军 领袖 你可以去做领导 比如说 一霸 就是一霸 就是一霸 是一个创造力 你可以给人家 启发人家的创造力 比如说 13 3 你会 听到很多秘密 你会记得很多秘密 这些东西 他说 他都有 一个一个 去解释一下 就比如说 在这个意志力中心 意志力中心 他就说 这个小小的三角形 虽然他小啊 但是他的心脏在里面 然后呢 你就很有那一个 你就是要来 承诺 给自己一些承诺 然后或者是提供一些承诺 给你的族群 去证明一些东西 然后 还有这个情绪中心 情绪中心是有定义的人 他就是可以去感染人家 他的情感方面 然后皮中心 你会知道 在不 怎样很 当下很立马的去 感受到那一个危险的意识啊 然后可能你会再 对你的生命有所挣扎啊 可能你对你的那个 ambition ambition就是那一个 自愿自向那一边啊 有所要求啊 可能你就会担心未来啊 就是那一个他都有这样类类的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功能 是散发出去的 如果有定义的话 任何被圈起来的那一些特质 都是来去去有作用的 所以呢到最后呢 除了那一个有定义 有颜色的功能 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地方 叫做shadow shadow就是 直接翻译就是影子 如果影子呢 如果是中文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不稳定的地方 一个阴暗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untify function 就是我们 没有被定义的一个能量中心 一个功能中心 所以说 在这个BG5里面呢 这个shadow呢 这个影子呢 还有这个distraction呢 这个被干扰 干扰的一个区块呢 就会把我们 从我们的轨道上拉走 然后就好像 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游戏这样子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是要注意 这一个shadow的区块 就比如讲 这个shadow 这个干扰的区块呢 能量呢 有些什么呢 比如讲 这边是overgillus 还有太过热心 overgillus 是太过热心 no confusion 角色的迷茫 迷茫的困扰 角色的困扰 trying to be the star 要成为一个瞩目之星 mendingly defense 然后我们的脑袋 会有很多的防卫 losing focus 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 没有了 我们跑掉了 迷失了 那么 Jofri又问问你一下 互动互动一下 那你可知道 这一些是哪一个东西 这非自己吗 呃 我看一下 嗯 overgillus 是太过热心了 这个应该是太过热心了 是那个居中心吗 不是 太过热心 太过热心 他什么都要帮忙 什么都要做 哦 这是头脑啊 嗯 做的 头脑 他不是动力 他做不来 哦 那你指的是 是 那个 做啊 做的 太过热心去帮忙 不是他的动力 他也做 是情绪吗 情绪 情绪 不是 我想想看哦 跟做有关系的 其实我刚刚是有想过是根部吗 可是 根部是处理 处理压力的啊 对 对 是根部啊 不是 根部上一点点 那就见骨 啊 见骨 对 因为他是做的 因为他是 不知道 英文他是说 OK OK 了解 Row Confusion Row Confusion Row Confusion Row 应该是指 是规则吗 Row 不是 Row 是角色 哦 Row 是RU 记错了 对 对 角色 的 confusion 那角色的confusion 应该是G中心吧 对了 OK Trying to be the star 就是喉咙 Trying to be the star 对喉咙 要吸引力 对 Mentary Defensive 应该是指 那个 呃 这个有像是 那个 我想想看 Mentary Defensive 应该是指 呃 意志力中心吗 Mentary Mentary 就是那个 头脑脑部的 哦 OK 喉咙上去是脑部 是吗 嗯 是 是 邏辑还是脑部 邏辑 邏辑 因为Mentary Defensive Defensive 是防卫 所以呢 他就 呃 是 呃 头脑呢 尤其是他空白呢 他就要很确定 就是说 比如讲 我对这一个看法 我是很确定的 但是 其实 他是 空白 他逻辑中心 倘若他是空白 他就不要 他就想要去证明他是对的 他不断的去证明他是对的 证明是对的 也是 也是可以这么说 如果他 加上意志力中心 他又空白 他就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那么 Mentary Defensive 他就很防卫 他就要证明他的这个想法 是对的 这个想法 这个概念是对的 所以他对那一些 一切 他就实时做出这一个嘛 那一些可能性 他都不愿意去接受 Ok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逻辑中心嘛 就不断想证明他是对的 对 对 所以 Losing Focus就是头脑 他就不能关注 所以从 从那个 见骨 到那个 呃 见骨上去 是 呃 居中心再来喉咙 再来逻辑 再来头部 对吗 对啊 Ok Ok 就说避免就是 呃 被这些给拉偏的 是这个意思吗 啊 避免让这个 空白的中心来影响着我们 就是 Through You Off Track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Ok 嗯 Off Track就是 就是 不在那个轨道上 偏离轨道 嗯 就是偏离轨道了 Ok Ok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所以呢 这边呢 就是我们全部没有被定义的功能中心呢 就是他的 那 Losing Focus 就是在头脑了 不能专注一下子就跑了 没有 没有在当下了 Mendingly Defensive 就是 逻辑中心 刚才解释过了 Trying to be the star 喉咙中心 Over Compensating 就是这一个意志力中心 等一下 啊 意志力中心 他要 Over Compensating 就是 补偿 Compensate 是补偿 太过 over 是太过 太过补偿 就是自我价值 低的人 这边是关乎到自我价值啊 所以他就去补偿啊 他觉得自己不够好 他就会去做很多 这样子 然后 Role Confusion 这个是一个 呃 角色啊 定位的地方 所以他已经迷茫了 Unable to let go 不好的事情 因为他担心嘛 他里面有很多恐惧 所以他就不愿意去放下 let go 是放下 所以 这个见谷呢 就是OVER ZERO 太过热心了 什么都拿来做 什么都拿来做 不知道别字 too much of a hurry 这个就太快了 太匆忙 太赶了 因为他 他要把他的 那个压力去掉 对对 压力去掉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的 shadow 我们的影子 我们的非自己 ok 所以 5 simple steps to unlock your hidden potential use your energy in the easiest and the most natural way 他说 用你的能量 轻易的 最轻易的方式 和最自然的方式 通过你的能量 去跟这个世界分享 to share your true gift 你这些能量 是你自己圆圆分分的一个天赋 一个领悟来的 with the world 就是跟这个世界分享 of your career type 这个蓝色很浅 看不到 do your career type 就是通过你的 这一个 career type 自场 职业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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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就是他现在是一个 在重复 做一个重复 第一个是 职场类型 第二个呢 step 2 要怎样呢 eliminate 就是消除 friction 这些障碍呢 and live in flow 跟着这个流 顺流 顺流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就是 沟通 和互动 with others 跟其他的人 沟通 和互动 怎样呢 通过我们的 personal interaction 跟人家互动 这个是我们的策略 我们要告知 我们要告知 我们要等待 这些就是通过我们的策略 总之是沟通 就是我们的策略 然后 step 3 make decision 做决定 就是内在权威 debitant making 可以 我们知道在任何的一个状况下 都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个决策 step 4 第四个步骤呢 rely on your core strength 最主要的 你的力量 你的能量 然后就是有定义的地方 然后 define function 最后呢 利用我们的shadow 我们的shadow 我们的不稳定 比较阴暗的那一方面 其实把它转回去 智慧那一方面 recognize 去认同 去看到 and avoid the hidden snare that keep you from true success 然后避开这些不好的 假的 其实 是另外一面的 然后去达到 你真正成功 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 那个没有被定义的 那个功能的区块 这个地方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第五点 step 5 这个地方 我不晓得我理解 是否正确 就是说 他的 第五步就是说 了解自己的 这个 这个 undefine function的部分 他可能会把我们 就是 带离 这个 我们应该要走的轨道 所以说 像这种情况 我们要很清楚的 这个觉察 然后呢 用我们的 这个头脑来 告诉我们说 不要这么做 不要这么做 因为这么做 给自己带来麻烦 是这个意思吗 嗯 就是说 把你那个 没有定义的 能量中心 把它换回 有智慧的能量中心 对 怎么换呢 怎么弄呢 怎么弄呢 怎么弄 比如说 就是说 没有被定义的 这些 这个 中心 它怎么转换成 智慧的来源呢 这个 这个 比如讲 你是 情绪中心 空白 对吧 完完全全的 空白吗 对 那么情绪 空白的中心 的非自己 非自己 换成 去自 就是 去除掉 那个非自己 非自己的状况 就是我很怕冲突啊 我很怕 把真相 说出来嘛 对吧 所以我就会做一个 假好人啊 一个好好先生 其实这些都不是自己 真正的情绪嘛 因为我担心 所以说我担心跟你有冲突 我就 不说真话 不说真话 但是里面潜藏 这的可能是有一些 不愉快在里面收着 然后 其实这是不健康的嘛 但是如果是健康的 健康的自己呢 我会知道 通过你的 内在权威 你身体的内在权威 会告诉你 在什么状况之下 可以把你的真相说出来 你的内在权威 会保护你 你的能量场 会保护你 在对的时间点 对的地方 把那个真相讲出来 好好了解 就是把那个非自己 转换去有智慧的咯 那么 而且另一个智慧就是 你 因为你 你的人类图 你的图是完全空白的嘛 在那个情绪 情绪更快 对 所以你是很容易感受到 对方的情绪状况的呀 对 所以你很容易感受到 对方的情绪状况 那么 你就可以更同理 对方的情绪 更了解 更了解对方的情绪 然后给予协助啊 所以说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这个BG5课程里面呢 凡是那些空白的地方呢 都是我们可以去赚钱 都可以去找到智慧 然后去赚钱的地方来的 OK 所以这个 他的课程最大的魔力 就是在这一边 所以 这一块哦 他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有一个叫做 金钱逆转胜的那个workshop 你有参加过吗 没有 好 这是安杰亚老师来 有开这个部分 他就 因为我全部 我全部的workshop都有上 然后金钱逆转胜 你就是其中一个环节 他有提到就是说 所谓的金钱逆转胜 就是要去 赚非自己的钱 就跟你刚刚讲这段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原来如此 就是说 因为你缺这个东西 所以你很清楚知道 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那如果需要的话呢 这个 你就 do something 然后用这种东西去 赚你要的能源 因为他所谓的赚钱 说穿的是一个能量交换 所以说 去赚非自己的钱 他就想要这个东西 是 是 哦 我也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原来那个 金钱逆转胜 他的 他也是拿这个BG5的 那个原理 对 因为他有讲到 我知道BG5里面 应该会讲到Penta 对 我好像知道 但是金钱逆转胜 他有讲到Penta 有讲到WAR 有讲到WAR 有讲到军部 那这一段 其实在金钱逆转胜里面 都有稍微有提到 对 所以说 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他串联起来了 嗯 对对 谢谢你 谢谢 太好了 来我们继续一下 这个5 simple steps to unlock ok use your energy 然后我看 use your energy in the easiest and most natural way to share your truth 啊 这一个slide呢 是跟刚才是一样的 这可能也是个统结 这个 同期只是跳到 next page 但是我刚刚 第五点有问题 所以你才倒回来的 是哦 已经跳到next page 对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 ok solution solution 就是解决方案 what if tangwalk you were given a personal map that show you how you were unique 这个呢 应该也是之前我们有看到的这个slide 他说 tangwalk 我们是给予一个自己的自场的一个地图啊 然后我们知道怎样去读它 知道怎样里面微妙的变化 然后知道这一个这个旅程 自己是怎样的去可以自己很安心的去开发啊 去走下去啊 然后 不会迷失啊 那么 我们 就是来对地方了 就是 ok 所以说 这个foundation course 这个基本BG5的课程呢 它会让我们第一 understand yourself 让你们更了解自己 assimilating the information into your own life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就是我们 我们那些学到的资讯啊 我们可以怎样的在生活上面应用 还是在我们的自场 我们的专业里面可以应用 然后 understand others 我们也可以了解对方 了解其他人 明白对方的其他人 他说BG5 is not only about understand ourselves 他不只是让我们来了解我们自己 It is also about understand others 它是让我们也了解对方 and the differences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还有我们了解对方 还有我们彼此的不一样 我们有什么不同 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什么相同的 我们也知道 然后interpret the body graph 然后我们怎样 看我们自己的人类图 人类设计那个图 那个设计 在自场和生意的角度 不是我们生活的角度 是从自场和生意的角度 然后practically use of the BG5 terminology practical use 就是我们要常常练习 去用这个BG5的词汇 learn the BG5 language 我们要去学习这个BG5的语言 然后来协助自己 in understanding it better 然后我们就更加的去了解自己 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跟同事 或者是你的顾客去分享 这一块BG5课程的话 我们是真的要用BG5的语言 因为等下我们就说生产者 等下又换去建造者 他们就可能会很困窍啊 所以我们就用BG5的语言 自场就是自场的语言 那么我们自己就会更专业化 在这方面我们自己会更专业化 然后呢我们会 这边也是差不多是一个总结这样 我们会学习到我们 在Semester 1 我们在这个第一学期里面 我们一共Foundation这个 基本的课程 BG5基本的课程里面 我们一共有两个学期 在第一个学期呢 我们会去学习我们的自场的类型 第二我们人与人之间是怎样去沟通 通过那个策略 然后我们怎样做决定 是通过那个权威 然后第四呢 Key Indicator to Navigate Life 我们知道我们的Key Indicator 我们怎样去那个关键 那些生活里面那些方向 最关键的是什么 第五呢 Assimilation Process 第五呢 是很就是 因为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的嘛 所以说我们的互动这方面 怎样让大家有一个一字化 有一个同直化 就是大家的看法 在不同的个性里面 都达到公式 所以这个Assimilation Process 呢 公式呢 是很重要的 公式点 那第六呢 我们的主要的那个能量 我们的那个定义 Define Function 第七呢 是那个Shadow 我们的非自己 你从非自己 怎样转换去智慧那一部分 那个区块 一半呢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我们 觉知 我们要觉知 and unconscious aspect 我们不觉知的 在 不察觉的 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我们 搞懂了我们所觉知的 还有不觉知的地方 这个是在 第一个学题里面会学到的东西 那么在第二个学题里面 Define 你有东西要问是吗 没有没有 我说ok ok 在第二个学题里面 那我们就会 来到 How you are designed to empower, support, or share 我们怎样去 我们怎样根据自己的设计 去给予自己的力量 empower 或者我们怎样去支持 支持,分享 与他人 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他人 或者 分享 和别人分享 然后 T to all 36 potential strength 就是说 我们的36条通道 它就是说 potential strength 就是我们有潜能的能量 我们会讲到这一方面咯 在第二个学期 我们也会讲到 64个 individual traits 我们的64个特质 也是咱们的意思啦 然后 然后 identify 哪一个特质 which trait you personally identify with which trait you personally identify 哪一个特质 是你自己有的 你自己有的是什么特质 哪一些是你可以去吸引别人 吸引别人能量过来的特质 就是咱们啦 and which trait you are geared to wise 哪一些特质 你是可以有智慧 有智慧的 然后 这个就是64个特质 那么 接下来呢 就是六个quality 六个quality 这一边 就是指六个谣 我们的六个谣 六个quality providing a deeper 让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我们的意思 Personal Design 就是黑色那种字 我们的Personal Design 那边 会有更通过这六个谣 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 再接下来就是 12 Public Roads 这个是人生角色了 这12个人生角色 他说 and identify how you are designed to fulfill your life purpose 这12个人生角色呢 是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70% 就是影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影响着我们的 我们的互动 我们的特质 这些都是在人生角色里面 影响着我们 所以呢 第二个学期就是学习 学习这些知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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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一个 所以我们是在这一边 01和02 01和02呢 它是说 在 你看它情色 情色这一边 是的 是来到一个大大个六个眼前这一边 他说 我们第一个学期呢 我们有两个学期 他说 除了我们上课这两个学期呢 在这个BG5里面 他会给一个我们自厂的一个报告给我们 然后呢 他也会有一些工作方 而这个工作方呢 是 大概会有三四个 三四个工作方 而每一个工作方大概是两个小时 这个是关于情绪上面的 emotional intelligence 这个是关系到情绪上面的 那个情商的 然后 除此之外 这个还有一个 Survivor instinct COVID potential workshop 其实这一个slide 这一个slide 和那一篇老师讲的 我现在才发现有 有些不一样 其实 这一个survivor instinct 应该是直觉中心 那边老师跟我们讲 他会给一个压力中心的workshop 我们 你是说 那个survivor 这个部分 你是说那个什么中心呢 这个是直觉中心 嗯哼 所以说 这一个老师 老师是答应给 一个是 压力中心的 压力中心的 他的图画 他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老师是有很多 那一个个别的 一个工作方的 就是看老师 要给哪一个工作方 我们 那么那一天的 他的讲解是 身部中心的 所以身部中心 我不知道你记得 那个图案是有一个女生 好像 传统的 很有持续力的 一个图案 总之 老师有答应 说要给这些工作方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一个呢 就是一对一 一个小时的 他会 一个小时的 为我们讲解 我们自己的 那个设计的 一个概论 overview OK 所以这个课程里面 老师会提供这些 的知识啊 服务啊 在这个课程 然后呢 老师说 在这个红色的就是 那一个认证的课程 这个认证的课程 是需要哪一年的 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OK 然后 在这个 semester 2 我们是星期六 和星期天 是密集课程 就是 其实星期六和星期天 是美国时间 我们东方这一边呢 是 星期天和星期一 上课 然后 我们上课都是 等于是 等于是隔天早上的八点吗 还是怎么样呢 对对对也是同样时间 早上八点 OK OK 好 我们就这样 嗯 所以刚才 Emotional 讲了 讲了 Defined OK 他说除了 这些刚才 这四个课程 都是一个bonus 就是一个送的 一个 优惠这样子的 那么还有 别的一个优惠呢 就是 Affiliate Program Affiliate Program 就是说 好像一个 合作的一个工程师 一个合作的 就是说 如果 你有把这个课程推荐出去的 跟人家分享的 又有同学 因为你这样介绍的呢 是 是 是有 好像伙伴这样子的啦 老师会给一些回报还是怎么样的 那 接下来老师还会再解释啦 嗯哼 所以呢 那 在那一个 emotional intelligence 那个 情绪的 管理的 那一个 工作方里面呢 这个就是 工作方的 那一个视频 所以它里面呢 有这些 有 第一堂课啊 第二堂课啊 第三堂课啊 这一些 我们都可以去里面看到去学习的咯 嗯 然后这一些呢 就是 一些回馈 那些学员上过课的一些回馈 就比如讲 这个是一个 评估员 这个就是一个反应者 他讲什么呢 他就说 这个是很好的课程 我很感激 就他他好像一个 Laser info Laser info就是那个 激光 但是很好很快的一个资讯 嗯 然后 他很感恩 他说那一些 material 那一些 提供的那些东西呢 都是很好的 然后他让我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和一个洞察力 然后他 他体验到不同的文化 因为学生都来自全球嘛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部分 of the world 然后听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人 还有他们的设计 他们的经验 然后让我 好像大开眼界 让我的生命好像活起来 亮丽起来了 这样子 这是他的一个回馈咯 嗯 然后他是一个 spiritual advisor 来的 他是一个灵性的一个顾问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也是一个大企业家 他是一个显示生产的 一个express builder 一个快速的一个建造者 他说这个课程啊 他让我 他让我觉得搞懂了很多基础的东西 嗯 嗯嗯 The specific aspect I like most 我最喜欢的 最特别最喜欢的地方 这个课程呢 就是他有一个录音 然后他还有一些文件 然后他让我过后呢 还可以去回顾 然后这些都支持到我 然后呢 嗯 他可以让我不断的去改变啊 去进化 然后三个 三个很重要的 呃 的好处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他会让我很 变成有自信 confidence 然后那些资讯呢 也是很很准确 Deeper connection with people 他让我可以更 可以很 更深层的 和他人有联系 然后那个沟通方面 and more accepting 可以更接受 接受别人 还有对别人会更好奇咯 我会推荐这一个 基础课程给别人 然后I feel this is a Personal awareness tool 这是一个最 基本的 最根本 很重要的一个个人 的一个 awareness 觉醒 觉醒的一个工具 这个课程是一个个人觉醒工具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他的 刚才那个是他的回馈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顾问 其实 Lawena的老师有说 这个课程是很适合那些 advisor的 所以这一些 executive coach 他也是一个 教练来的 他说 Business spent millions of dollars trying to get terms and team work right 他说 他说 在生意里面 生意呢 往往 会花费很多 上万 上千万的 金钱 他要 上千万的金钱 去成立 一个 team 一个 组 一个 工作 群组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就好像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这样 成立不起来 而这个BG5呢 他就 就很成功的 把那个神秘去打破 然后很轻易的 很容易的 把一个team 一个工作 一个群 成立起来了 他让我有一个很 很清除 一个很适用 的一个方法 怎样 怎样 三到五个人里面 很好的合作 这个是没有质疑的 这个是一个很 很powerful的 很有能量的 一个工具来的 我从来都没有试过 这么轻易的就可以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群组 我觉得这一个 这一个基础课程呢 是很实在的 是很实在的 等一下 这个是Susanne Stainer 然后呢 Business Consultant 然后他也是说 他提供我一个很深的动电 怎样去引导我的顾客 很有效的 很创意的 然后 在他们的生意里面 展开他们的生意 这个是一个 Estate Broker 就是地产的 买卖地产的 一个 CEO 所以 他的 顾客都会收费到 所以呢 Who can benefit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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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这个课程呢 他说 Understand 只要你自己 只要你自己个人想要了解自己的 市场 设计的 都可以来参与这个课程 或者是从来没有上过人类图的 也是可以来上这个课程 或者是 你们已经是上过人类图 又或者是已经是 那一个分析师了 或者是第一节的讲师了 你们很想继续深造的 你们很想让你的顾客 你的学生有更好的知识的 你们都可以来上 或者是你们以后 要成为这个市场上的 一个咨询师的 也欢迎 欢迎你们大家来上课 所以说 这个课程呢 本来是 625美金的 没有 本来是675美金的 现在已经邮费625 然后间中呢 他有送第二 第三 第五 第六吧 然后这些项目 都是免付费了的 所以全部呢 是美金1450 已经 入费了55% 或者另一个付费的方式 就是239美金 然后 付7个月分期付款 或者是那些 谁已经是上过基本课程的 他们也可以 写电邮去给老vinna老师 这是老vinna老师的网站 然后告诉老vinna老师 哪个 哪个 那个 那个 费用是比较便宜的 旁客 旁听客的费用 因为那个费用 会比较便宜的 然后这个report呢 我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去检查 因为老vinna老师说 只要那一天 有谁可以save到最后的 留到最后 最后 最后的slide的 所以这一个报告呢 也是免付费的 这一个报告 就是刚才我们有5个步骤嘛 里面 填在了刚才我们5个步骤 12345 然后这一些呢 就是别的特质 所以全部有16个特质 所以这个报告 我们会收到一个这样的报告 但是是什么时候收到 我还不确定 ok ok 然后 we invite you to join 我们 我们 新出山的那一堂课 也是第一堂课 也是免费的 ok ok 如果有什么疑问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址 去电邮给老师 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ok 这个就是今天那一天的全部slide了 好 谢谢 然后 好 ��